如果你没有看过《回到未来》三部曲 请不要号称自己是个科幻迷 虽然他们的确是很老的片子了 这个以时间旅行为主题的科幻电影 最早的一部拍摄于1985年 最近已经过去了快半个世纪 即便是续集中穿越到所谓的遥远的未来 其实也是对我们而言早已经过去的2015年 说到这儿 显然会令当初创作团队失望的是 电影当中的反重力技术 我们依然是没有琢磨出来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讨论什么呢 讨论几个在电影当中有所呈现 并且直到现在热度都不见衰退的话题了 首先第一个看到这辆车了没 请注意 它不是车而是一台时间机器 在电影当中 1985年的布朗博士成功发明了一种 采用核燃料布驱动的通量电容器 就是这个发光的Y型物体了 再为它输入高达1.21级瓦 也就是121万千瓦的能量之后 它便能瞬间扭曲时空 将车和其中的所有人物带到设定好的时空当中 所以这个利用瞬间高能量来扭曲时空的机制 在物理学上是成立的吗 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真的能够利用它来穿越时空吗 要怎么才能真的穿越时空呢 片中呈现的第二点就更有意思了 它和一个经典的时间旅行悖论有关 外祖父杨柳 当然回到未来里面的主角Mardi 并不是要去干掉自己的外祖父 他只是意外地坐进了布朗博士的时间机器里面 然后懵圈地回到了1955年 恰好把自己当时正貌美如画的妈妈咪的不要不要的而已 但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妈不会爱上他爸 他爸就不会和他妈结婚 不会结婚就不会生子 不会生子 那怎么又会有他呢 还顺便连累了自己的几个兄弟姐妹 活不起 随着1955年的Mardi他妈越来越爱这个同龄的儿子Mardi 他在家庭照片上的影子也就逐渐消失了 这个结局似乎并不比杀雕外祖父要更好 所以我们真的能回到过去通过改变历史抹掉自己的存在吗 怎么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好 接下来就是脑洞时间了 首先时间它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这个观点相信大家已经普遍认同了 它主要是基于爱因斯坦的两个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在狭义相对论里面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光速永远保持不变 光是这么说呢 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或者奇怪的地方 但是想象一下 如果你站在原地 一辆以光速的一半运行的汽车向你驶过来 并对着你射来一束光 你测出来的光速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光速自己的1 再加上汽车速度的0.5 一共是1.5倍光速 对不对 但不啊 爱因斯坦说你测到的还是一倍光速 而反过来 另一种情况 这辆车呢 仍然可以开到光速的一半 但是它不是开向你 而是远离你了 同样 一束光呢 从它那射向了你 你此时应该测到什么样的光速呢 不是1-0.5等于0.5倍光速 而依然还是1倍光速 这句叫做光速保持不变 这不合逻辑对不对 明明一个是远离 一个是靠近 怎么就能让你测出同样的速度呢 哎 有意思的地方就出来了 还记得那个超简单的公式 V等于S除以T 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吗 如果相对距离不同 但还是要让速度绝对相同 那就只能让彼此的时间也相对不同了 所以这就是侠义相对论引出来的诡异 但却真实存在的现象了 运动的越快 时间流逝的越慢 这种影响呢 已经足以造成全球定位系统的误差了 在比地球自转速度更快的 全球定位微星上呢 每天的时间会比地面上多出惊人的几毫秒 但别小看它啊 如果不纠正 它是一定不会将你导向正确的目的地的 利用这种现象 理论上只要我们坐上以光速99%飞行的太空船 来一趟18个月的太空之旅之后呢 你就能够穿越到别人10年以后的未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双生子杨柳 迄今为止啊 最有资格担任它的体验观的是 苏联宇航员谢尔盖克里卡列夫 由于在轨道上待了最长的803天 它穿越到了我们所有人的 0.02秒的未来 好吧 不多 但也说明了 利用狭义相对论穿越到未来的可能性 但它也只能往未来穿了 回到过去呢 爱因斯坦有方案吗 当然有啊 那就是广义相对论 在广义相对论中 只要有较大的重力呢 就能够拖住时间讲机变慢了 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星际穿越中的库珀 才会在米勒星球上仅仅只待了三个小时 就在返航之后呢 比同伴年轻了整整23岁 因为米勒星球就在巨人黑洞的事件世界附近 受到了极限重力的影响 好 这还不是最诡异的啊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宇宙呢 是在由空间和时间组成的舞台上演出它的故事 而刚才通过星际穿越 对我们已经看出来了这个舞台并不平整啊 是处处都有弯曲的 任何质量与能量都会扭曲时空 它们越集中呢 那扭曲的效果也就越极端 于是啊 一个对时间旅行而言特别有利的现象就出现了 当质量与能量达到极端状态时呢 它们就会把时空进行极端的扭曲 从而创造出一个回旋 可以让你不断的回到时间里面相同时刻的回旋 它被称为封闭类似曲线 所以回到回到未来里面 布朗博士发明的通量电容器 还真的就可能用高度集中的能量 创造出一个封闭类似曲线出来 穿越时间的 那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把真正的通量电容器给造出来吗 呃 理论和实际呢 还是有差距的啊 尽管1.21级瓦听起来 已经很唬人了 但实际要达到扭曲时空的水平 还几乎差了 无限倍 是的 无限倍 这就有点难了啊 除非宇宙愿意帮我们一把 虫洞 是时候把它给搬出来了 1916年 就在爱因斯坦刚刚提出它的广义相对论 才过了一年啊 路德维希弗莱姆 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 就发现了这个方程式里面的其中一个解 居然描述了一种 在当时还没有被叫成是虫洞的东西 它可以通过两个连通的黑洞中心 也就是黑洞的起点来快速穿过一段遥远的宇宙空间 非常类似于哆啦A梦的随意门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啊 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呢 是其实可以允许很多种不同类型的虫洞的存在的 但在那个年代 由于这一发现过于惊世害俗啊 所以并没有在物理界呢 激起什么涟漪 直到1935年 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 纳森·罗森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也解除了跟弗莱姆一模一样的解 于是虫洞的特性才得以开始深入探索 同时也对于它究竟会对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开始提出推想了 比如星际间的穿越 但是等等 不是说好了 要拿它当做时间机器吗 穿越空间的确是非常厉害了 但我想问的是怎么用它来穿越时间呢 基普索恩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电影星际穿越的科学顾问 有一个点子想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啦 它认为可以这样来做 首先 找到一个天然的虫洞 先不要提出质疑 它可能是真的存在的 这下我们不就得到了一个连接着不同空间的通道了吗 接着我们就需要将虫洞的一边 以某种方式锚定在一颗拥有超强重力场的中子星上面 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的广义相对论 这一边的时间流逝就会变得非常缓慢 而虫洞的另一边我们只要将它拉到一个距离尽可能近的地方来 毕竟我们只想要穿越时间而不是想要跨越遥远的空间对吧 然后呢就是等待了 等待在两边逐渐发展出一个令我们满意的时间差出来 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从一端进去就能从不同时间的另一端出来了 是前往未来还是回到过去 你只需要选择合适的入口就行了 听起来好像也不难是吧 既然虫洞可能是天然存在的 找到它们只是个时间问题咯 其实啊没这么简单 新的发现是啊 虫洞并不是静态的 而是会随着时光流逝的 经历诞生 延展 收缩和截断 这四个过程 并且这四个过程呢 转瞬即逝 这就意味着啊 谁也别想从这里穿得过去啊 是不是很沮丧 那我就来给你一点希望吧 天然形成的不行 那我们就人为改造一下呗 只要我们能够展出足够多的 具有负能量的异类物质 就可以始终将虫洞撑开了 是的 负能量 还是说负质量更好听吧 它像是一个科幻的概念 但却也是真的 不过呢 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 能够造出来的量还是太少了 好吧 人类加油干啊 千万别被其他先进文明抢了先 打开一个通往我们世界的虫洞 把我们给灭了先哦 这就有点扯得远了 说回来 所以你看造时间机器呢 它并不违反任何的物理法则嘛 问题是造好之后 你敢用它回到过去吗 你怎么去面对外祖父杨谬呢 幸运的是啊 霍金这个时候站出来帮你说话了 别担心 你压根就碰不上的 这个呢出现在他发表于 1992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上 他在其中说啊 看起来似乎有一种 时序保护机制 在阻止封闭类似曲线的出现 好让历史学家 不会因为宇宙失序而困扰 那具体到外祖父杨谬本真呢 按照霍金的理论啊 就是你即便穿越回去了 也怎么都杀不死自己的外祖父嘛 因为历史不会改变 你已经都存在了 怎么能够消失呢 于是啊 你会发现许多的事情呢 正在阻止你的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 你的时光机会失灵 你的枪会卡壳 你要开枪的时候呢 正好滑倒了 或者你开枪杀死的人呢 根本就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这个里面的想象空间就比较大了啊 你懂我的意思啊 当然还可以更狠一点 时序保护可以直接让你在 一开始的时候就无法回到过去 让时光机永远也发明不出来 霍金说了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 也许可以制作出时光机的方法 都牵涉到 似乎不可能实现的物理学的根本奥秘了 哎呀 说了半天还是很沮丧嘛 好 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就只能释出大招了 俗话说 欲识不绝 量子力学啊 量子时光机 就能完美解决这里面的一切悖论 为什么呢 因为量子物理当中 有一个现象叫做纠缠啊 它就直接打脸了 所谓的因果这件事情了 咱们来简单说明一下啊 比如有两个光子 它们处于纠缠态 哎 你怎么让它们纠缠在一起呢 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啊 其中一种利用到了特殊的双折射晶体 它的原子结构呢 会将一个光子分成两个 并且分开之后的两个光子 关系密切呈现出了纠缠的特质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精密的控制 将两个光子敲击在一起 然后它们就纠缠了 总之方法是真的不少啊 好 它们怎么打破因果率呢 很简单啊 光子有一种性质叫做旋转 如果我们对这对纠缠光子的 其中一个进行测量 得出来了一个测量的结果 也就是旋转的状态 则这个状态马上就会体现在 另外一个光子身上 哪怕它们之间相隔十万八千里 也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滞后 似乎这两个光子之间的某种交流方式 是可以远超光速来进行的 这就没有所谓的先后顺序 没有所谓的前因后果了吗 简直无数我们对于在空间与时间当中 传递信息的所有理解了 在无比惊讶的同时 我们到底该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尼国拉斯吉桑 量子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说 在时间与空间里面呢 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拿来解释 这种现象的说法 所以在时空之外 就必然存在着某种现实 诶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在暗示 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啊 并非就是全部嘛 再直白点说就是 多重宇宙是真实存在的 而量子的这种诡异特性呢 在多重宇宙之间 帮我们撕开了一道缺口 为什么纠缠的光子 可以无视我们对时空的理解呢 因为它们根本就是 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里面的 同一个东西啦 而多重宇宙也会没有任何哲学问题的时间旅行 带来了希望 你回到过去 的确杀死的是自己的外祖父 不过呢 它却是这个宇宙分支中你的外祖父 于是在这个宇宙中呢 未来的你不会出现了 但并不会危机你现在的存在 完美是不是 好了 今天的时间旅行呢 就是打住啊 如果你还有什么更有脑洞的想法 欢迎来留言啊 当然也欢迎你来帮我纠错和补充哦 咱们下期见